達文西的特點就是說 以前的手術 你都是醫生要碰到病人 但是達文西是因為美國軍方 為了長程的這一種手術的方法 所以他是脫離病人的 就是這是第一點跟傳統不一樣 有的外科醫生 他能夠適應進入新的紀元 那有的外科醫生就比較有困難 他要超越過這個 越越過他以前的感覺 所以達文西在這一塊 有兩個不一樣的面向 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達文西他是一個獨佔的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 那本來達文西類似這樣概念 全世界有兩家公司 一家是歐洲的公司 一家是美國的公司 但是美國的公司就併購了歐洲那家 然後就把他的東西全部封存 把它幹掉 然後就只有一家 所以現在才會這麼貴 所以我們期待將來 他的一些專利過期以後 我們有一些不一樣的話 那對於人類的這個造福 應該會有比較把幫忙 那這個也是比較不幸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達文西現在在全世界各地 幾乎都沒有保險給付 包括在美國也是一樣 他們保險公司都是要另一億的 那所以在這個 因為他的獨佔性 跟他的這個 整個的技術都是專利的 那我們北宜這一塊 其實在某個角度來講 我們是就是說 我們也期待就是盡量降價 有一些那個 假如真的是弱勢族群 其實我們也有經過社工的方法 我們達文西也有免費的 這個少數的案例 我也要 就是說他確實在醫療上 已經沒辦法用傳統取代的 一定要達文西 但是他是弱勢族群 我們這社工還是會把他列入考慮